俗话说 三年青之府十万雪花银 似乎只要踏入官场 就一辈子锦衣玉石 有想不完的荣华富贵 然而历史上 却有官员因为收入低微 连最基本的温饱问题都保障不了 那么各个朝代官员的收入到底有多少 除了法定工资 官员们还有哪些聚敛钱财的门道 系列节目《衙门往事》 历史学者张成将为您讲述 敛财的门道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法律讲堂 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 古代官员的收入问题 在古代当官到底能拿到多少报酬 先秦时期 几乎所有的官员都有爵位 有分地 他们从分地能固定获得大额收入 而分地就相当于君主给他们的工作报酬 进入汉代以后 官和爵逐渐分离 绝大多数的官吏变得没有爵位 只能靠愤怒生活 汉代以旦来衡量官吏的级别和领取愤怒的多少 以旦论治是因为战国时期用谷衡量报酬 而旦是最大的量器 一旦大约有120斤 所以就用旦来表示官员的等级 比如太守是2000弹 县令县长有800弹 600弹不等 这既是官员的级别 又是官员每年能领取的愤怒的多少 不过在发放的时候 朝廷不可能让官员去搬一麻袋一麻袋的粮食回家 还是要折合成钱发放 比如东汉官员的愤怒就是半钱半股 应该说啊 百旦级别的小吏的工资收入是相当低微的 如果仅仅靠这个愤怒生活 温饱都成问题 汉宣帝就承认 经小吏皆勤势 而愤怒薄 预期勿轻于百姓难以 为了不让官吏贪赃枉法 同时又解决他们的生活困难 朝廷对中低级的官员多有照顾 比如汉明帝有一天晚上 看到职业班的中书官员 只能够带着糟糠冲击 大为感慨 从此规定值班官员一律享受免费餐饮 此外汉代官员还有免费住宅 公车和服装待遇等等 唐代官吏的工资大为提高 包括露米 粪钱和植粪田等 其中植粪田是根据品级 给官员分配一定数量的粮田 粪钱又称月粪最为丰厚 不但有生活费 还包括了办公费 而且金额不断提高 唐玄宗年间 月粪增加了杂用 房格和树谱等内容 房格是一种卫士 相当于后来的警卫员 五品以上的官员可以配置房格 树谱是一般的用人 配给六品以下的官员 此外 各项免费待遇照旧 唐朝官员相比汉代 大为提高了待遇 但是和之后的宋朝的同行们相比 还是望尘莫及 宋朝被称为读书人的天堂 这个天堂除了政府 对读书人的尊崇幽龙之外 还因为官员们的待遇非常的高 宋朝官员待遇是历朝当中最优厚的 大小官员锦衣美食 生活奢华 宋朝官员愤怒丰厚 朝廷还变着法子 给官员发钱 发东西 鹿米 愤钱 这些是基本的收入 郑一品的官 月领鹿米 一百五十弹 愤钱十二万文 外加每年零二十批 罗一批 棉五十两 从九品官 月鹿米 五弹 愤钱八千文 外加每年 棉十二两 官员们还领取值钱 这个分钱类似于基本工资 而这个值钱类似于岗位工资 官员能够享受到免费住宅 免费食宿和随护 朝廷给每个官员配备免费的仆人 最低的官员配给一名仆人 宰相可配给一百人 之外 官员可享受名目繁多的福利补贴 比如茶酒钱 除料钱 兴探钱 马料钱 等等 这些福利补贴啊 合起来位为壮观 比月份还要高 即便如此啊 宋朝皇帝似乎还觉得过意不去 动不动就要赏赐大成 如果遇到这样的赏赐 胜过好几个月 甚至好几年的工资 更加让人羡慕的是 宋朝官员还有许多默认的收入 比如官府用工价的钱 借贷的利侠 大部分都进了部门的小金库 隔三差五的在官吏当中均封 官员凭朝廷发给的几卷 在全国各地可以白吃白住 甚至领用粮食衣服等 所以在宋朝当官 真的就意味着荣华富贵 宋朝政权开放 多数高官都是出身贫寒的读书人 比如宰相吕门正和范中烟 尽管为官连结 生活都富足奢华 吕门正退休后 在洛阳建有 圆亭花木日语清旧宴会 范中烟退休后捐钱 在家乡修建了义庄 赡养范氏族人 宋朝官员的待遇 在历朝历代中最为优厚 大小官员都能锦衣玉食 生活奢华 但到了之后的元明清三朝 官员的待遇却直线下降 一些官员甚至连供养家眷 维持体面的生活的困难 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官员待遇的降低呢 元朝官员的工资绝对值并不算低 而且朝廷还一再加分 可是无奈元朝的愤怒全部是用纸钞来支付的 恰恰元朝是中国古代通货膨胀最严重的朝代 官员们加分的速度远远赶不上物价上涨的速度 所以元朝官员的实际收入很低 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是个严厉而吝啬的老农民 他给明朝官员制定了低分制 后来历任皇帝虽然有所增加 但是无奈官员的基数太低 明朝官员的工资始终在低水平上徘徊 明朝正一品的高官每年陆米1000弹 分超300贯 从九品的官员每年陆米60弹 分超30贯 这其中多数还是折合成钱支付的 官员收入本来就不高 加上朝廷折算的时候比例不合理 明代官员的实际工资很低 想要供养全家迎来送往维持体面的生活 着实非常困难 最典型的一个例子就是海瑞 海瑞是完全靠合法收入生活的 穷到要亲自种地老婆仿杀的地步 海瑞去街上买了半斤肉 给自己的老母亲过寿 在官场就传为了爆炸性的新闻 清朝继承了明朝的第一俸禄制度 清朝官员的俸禄很少 金官无论文武 年薪分别是 一品官一百八十两 二品一百五十五两 三品一百三十两 四品一百零五两 一直到正九品三十三点一两 从九品三十一点五两 令根据分钱多少 官员还有凤米 这是金官 地方官则只有银子 没有凤米 文官的年薪呢 与金官相同 而地方五官的年薪 要减半发放 可以说这个标准是相当低的 支县每年的合法收入 只有四十五两银子 每个月才三两多 但是一户人家就是 出茶淡饭加喂养马匹 每天就得花银子五六千 支县的这点工资啊 只能够支持五六天的 这一个月当中 剩下的二十几天啊 全家人都得忍饥挨饿 官员们啊 不取之百姓 势必饥寒 到了雍正时期 雍正皇帝为了解决低收入 和高贪污之间的难题 设立了养联营制度 之前地方官员都 私自征收火号营 现在雍正就规定 火号营由省级政府统一管理 分配给地方官 作为生活和办公的补助 养联营的数目啊 大大超过了各级官员的凤饮 比如地方总督可以达到 一万五千两左右 远远超过了一品官的年份 支县的养联营也有上千两 基本能够满足它的正常开支 金官也能够拿到一笔养联营 不过呢 金额要远远小于地方官 每个朝代官员的法定工资各有不同 宋朝官员待遇最为优厚 相比之下 明清时期的官员就倾苦了许多 但是那些贪婪腐败的官员 是不会干与倾苦的 除了法定工资 各种名目繁多 金额巨大的灰色收入 构成了很多明清官员的主要收入来源 那么古代官员们的灰色收入都有哪些 他们是如何通过搜刮明知明高 来聚敛财富的呢 系列节目 衙门网室 历史学者张成将继续为您讲述 敛财的门道 这个灰色收入 是一件说不清道不明的事情 没有统一的标准 或者是明确的数据 大抵上啊 一个官员灰色收入的多少 主要取决于他官职的肥瘦 围官地区的贫富 经手政务的轻重 以及这个人个人能力的高低 这里要说一下清朝官员一项重要的灰色收入 火号 官府征收黄粮国税 在储存运输的时候 难免有损耗 因此呢 朝廷是允许各地啊 酌情提高一点点的税率 来弥补这部分损耗的 明朝以后呢 各种税负都折合成银两征收 老百姓交上来的散碎银杂 需要官府笼住成官银 由于成色不同和制作有差 难免造成损耗 朝廷也允许各地适当的加征银两 额外加征的部分呢 完全由地方官说了算 征多少 用多少 怎么用 都是不违法的 而且是缺乏监督的 清朝中期 各地方税营 每两加征 四至五钱不等 官粮一旦加征 二升到一斗几升不等 正常的损耗率啊 不会高达百分之四五十的 除了弥补正常损耗之外 这个火号剩余的钱粮啊 就全部都进入了 周县官员的私囊 成为了公开的灰色收入 一些贪婪的官员 往往到任就提高火号的标准 甚至啊 有加征比例超过正税本身的 此外 清朝有些胆子很大的官员啊 敢于把国家的正式税收 扣留持交一两个月 放在票号里吃利息 不用说 这些钱啊 也都进入了官员的私囊 合法的非法的 白色的灰色的各种收入合计 一个官员一年能拿到多少钱呢 在清朝一个支府 不贪不占 一年的收入稳超一万两 而且还能获得老百姓的赞誉 正所谓是三年青之府 十万雪花银 在西部的小县城 一个典史 它的年收入 完全能超过一千两百银 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 北京城的一套寻常四合院 在清朝中期啊 售价在二百两银子左右 而且啊 还算是北京市区的房价 在南方 一亩农田 它的售价在四到五两银子之间 也就是说 一个典史 如果不吃不喝不应酬 一年下来 可以在北京 买四五套四合院 或者是在南方 置办百亩良田 官员的收入 虽然复杂 模糊 但收入总额 和两个因素息息相关 第一大因素就是品级 古代官员的收入 是和品级联系在一起的 中低级的官员收入低微 高层的官员啊 收入高 待遇好 影响官员收入的第二大因素 就是实际权利了 实际收入和实际权利紧密相关 地方官的实际收益大于金官 因为啊 前者直接致命 在辖区内是说一不二 掌握核心权利的 吏部 互部官员的收益 大于其他部门的同僚 因为吏部管人 互部管钱 都是掌握核心权利 吏部当中啊 刑部最轻苦 因为啊 刑部没有掌握财权 也很少能够接触到工程 刑部官吏 自然是不能够靠愤怒生活 于是呢 他们就在刑罚上打主意 在清朝 刑部已废除 严刑郡法的名义 取消了吃账 改做罚金 摊派给地方周县 规定 每县每年 要向刑部上缴 二百两银子 这笔银子 就是刑部 诸位官员 法定之外的 衍生收益了 汉林院 为了改善满院的文人的经济状况啊 也开发出了收费项目 比如汉林院 奋子赚你策利策封 嫔妃的策宝文 策封 王公贝了贝子的策告文 悼念大臣清贵的 玉记文等等 都要受分的对象 或者是受记者的家属啊 交纳一笔钱 论笔 再比如 清天间比刑部 汉林院 更辛苦 人家 只管天上的天文立法 和官员和老百姓 都没有直接关系 不过 清天间 依然能够靠 摊派皇历来赚钱 清天间每年颁发的皇历啊 以每本二两银子的高价 摊派给地方周县 虽然 这个收益 只有刑部同僚们的1% 但是呢 清天间官员们 也总算有了一笔 衍生的收益 现实当中啊 各个衙门 八仙过海 各显神通 似乎并没有 纯粹的清水衙门 清朝时期 湖南善化皇室 对足中认官者啊 应该向家族事业的捐款 有数额规定 同样是中层官员 地方支县 定额是100两 而在京城当主室的 却只要交20两 品级啊 依次地生的 园外郎 郎中 科道精卿 等分别为 30两 40两 60两 直到二品的 侍郎才达到 七品地方支县的水平 100两 这个啊 基本上能够反映出 京官和地方官的 实际权力大小 和实际收益的多少 从皇室家族的 捐款规定啊 我们也能够看出 京官要比地方官 穷得多 清朝专门有 穷京官这一说法 七品的汉林院编修一职啊 是无数读书人梦想的岗位 可是汉林编修一年的收录 只有45两分路 再加上几斤的路米 这样的收录 根本就不能支持 他在北京维持体面的生活 有京官写取抱怨说 但泛尔才一宝 破贝尔江一教 那有个枕边人 却把家常盗 盗指盗非唠叨 你清奋无多用度饶 房主的租营处早 家人的工钱怪少 这一只空锅儿等米桃 那一座忍如儿带炭烧 且莫管小儿所时 傍门好 眼看着哑巴牲口无肤草 旷明朝几家粪子 典当没分好 这一句啊 一只空锅等米桃 说出了多少京官的心酸 他们每到月底啊 都发愁房租 店铺里赦了那么多账 却又不得不经常的应酬 随分子 为此啊 不知多少的官员 低头遮连 平凡的跑当铺 明清时期啊 许多京官外方地方支付 翻面甚至是出任巡抚 第一件事情 竟然就是筹钱去当铺 赎回家当 在人们的印象中 金官身在天子脚下 位居权力中枢 日子应该是比地方官员 好过许多 却不成想 明清时期的金官 能够穷困到这般田地 那么金官们的处境 为何如此窘迫 为了维持正常的金官生活 这些穷金官们 又开创出怎样的 脸财门道 既然生活如此艰难 这些官员们 又为何死守在官场 不退呢 系列节目 衙门网事 历史学者张成 将继续为您讲述 脸财的门道 中央各部院官员啊 高高在上 为什么就穷到这步田地了呢 主要还是他们的实际权力啊 小导致呢 实际收益低 根本承担不起高额的支出 那么金官的支出有多少呢 第一笔支出是生活消费 包括正常的吃穿住行 北京本地的官员还好 如果是外地人到北京来当官 怎么也得租个像样的房子住 怎么也得养一两个用人 那每个月起码要三五两银子 一个月的月份就没有了 这还不算吃饭 穿衣 坐教的钱 第二笔支出是家庭支出 父母要供养 弟弟要资助 老婆要买胭脂 儿子要上私塾 处处都得花钱 一个家族出了一个 在北京当官的人不容易 亲戚们都指望着他接济呢 如果他在那几房小窃 每个月剩余的那一丁点的收入啊 不管怎么分成两半来花 都是不够的 第三笔支出是应酬支出 官场讲人情 不去衙门坐班没关系 不去应酬却是万万不能的 你不应哪部分的人的应酬 你就被排除在那个圈子之外了 随着人脉越来越广 应酬也越来越多 这些应酬也都是自掏腰包的 即使快成了乞丐了 朋友 同僚 有难或者是邀请 再困难也不得落于人后 金官们啊 就开发出了一项普遍的收入 叫做打秋风 法定的打秋风收入啊 在夏天有冰净 冬天有炭净 过年过节的时候 还会有零散的收入 这些啊都是下属衙门和地方官府孝敬的 如果运气好 交际面足够广 地方官员来金啊 就会拉你去赋宴 大块朵頤之余 金官们啊 少不了要拿点土特产和红包 另外 商业发达的地区 在京城里建有会馆 比如湖广会馆 绍兴会馆等等 会馆由商人修建并运转 却和商业关系不大 会馆主要目的是为了 本地的局子和单身的官员 提供免费食宿 也任由囊中羞涩的官员来蹭吃蹭喝 穷金官可以解决部分应酬的压力 讨得回乡的盘缠 但是呢 想靠会馆发财是不可能的 剩下的就是等着外放 或者是主持地方相识的时候啊 贪赃舞弊 狠赚一笔 改善自己的财政窘境了 那么问题又来了 既然生活这么困难 那么多官员为什么还死守在官场 不退呢 这是因为啊 官员的好处 不能够只能拿硬性的收入来衡量 还有许多卵性的好处 而后者才是官吏们 关心和追求的 在中国古代社会 权力因素 渗入到各个社会领域 导致其他领域啊 为古代的官府 马首是瞻 古代人对古代官员啊 奋落神明 巴结奉影 希望借助权力 牟利 所以古代官员社会地位高 拥有诸多的隐性好处 官员能够指使下属和差役 官员的许多非工作性的事情啊 比如搬家过生日 老婆买胭脂 儿子请家教等等 都不用他明说 总会有人热情 主动 提前替他做好 如果雇人来做 这些私人事务 会耗费官员不菲的钱财和精力 还有 古代官员身份稳定 没有重大的原因 轻易不剥夺官员身份 绝大多数的官员啊 终生拥有官员身份 明朝 嘉靖时期的首辅大臣杨廷和 就试着裁撤京城的笼杂人员 这还是那些没有正式编制的 结果啊 遭人恐吓 死亡威胁 不得不劳烦禁军 贴身保护 裁撤一试 也就雷声大 雨点小 没有下文了 而官员身份 附带有诸多的政治经济 司法特权 比如可以免于服役 不受官府额外的剥夺 等等 这些啊 其实都隐含着 实实在在的经营 而且 古代官员能够解决 子孙就业的问题 官府允许官换子弟 接班做官 负责给官员的家人啊 安排工作 也就是应补制度 一定级别的官员的近亲 可以在一定的条件下 不用考核 不用竞争 进入官场 皇帝过生日 或者是听到某个官员退休 死亡 往往会大发隆恩 授予官员的子弟 官爵 各朝还有世袭的官职 用来报答官员的攻击 或者是交换他手里的权利 比如 大名鼎鼎的司马光 七纪光 就出生在世袭官换家庭 一到年纪啊 就能当官 其实 官吏的险性收入再低 也没有低到离谱的地步 绝大多数的人 并不是冲着有形的收入去的 而是奔着无形的利益去的 古代人穿上官服的那一天 绝大多数都能够看到 购买的权利期权的收益 这个投资收益啊 既高又几乎没有风险 而且还可以汇集子孙 收入只是一个人 职业选择的一个方面 古代人从政与否啊 是对人生 对社会综合考量的一个结果 好了 古代官员的收入问题 讲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欢迎大家收看 下一集的法律讲堂 谢谢大家 再见 中国古代官员在衣食住行等各方面都享受着特权 这些特权一旦泛滥又缺少监管 便会成为资深腐败的温床 那么对于古代官员的这些特权消费 历朝历代都有哪些制度性规定 下期将为您讲述 古代官员的等级消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